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呦 还这么多东西要做 哦 总之要实习的时候 就好好的时间做好 时间规划了 这样就可以好好放暑假了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的戏剧讲演 谢谢大家 那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 给学弟妹的建议 下面一位 好 接下来我们要 我们有几点建议想要分享给学弟妹们 然后实习建议的部分 我们生成三个部分 首先是实习前 就是社会工作的理论的知识 要提前复习 像是刚刚前面有提到的 个案工作 社区工作 跟团体工作 这三科很重要 然后第二点是 若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咨询系上 论识学商姐 或是老师的介意 然后还有具备基础的 台语沟通能力 实习中的部分 就是要学习 在实习的过程中 要学习 时间规划 实现管理规则 还有培养独立思考的思维模式 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是要懂得像督导 或是 懂得像督导 就是积极主动询问 勇敢发言 还有调整自己的心态 然后第三点就是 对于被委派的工作任务 要懂得耐心接受 及抱持认真负责的态度 然后实习后的部分 就是 可以 就是与机构 督导保持适当的联络 然后懂得 懂得反思 与评估自己 未来的人生规划 然后最后一点是 要针对本村进行思考自己 还有哪些能力和知识 可以需要再加强 然后接下来是 我们的Q&A 时间 那现在 各位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来问大家几个问题 有人知道刚刚讲的ISP是什么东西吗 还有欢迎大家请说 有精美的小礼品 好 准备东西 没有特别化的评估而已 对 那下一个问题是 刚刚前面有讲到 早期疗愈服务对象是 是几岁 到几岁 有人知道吗 有人知道吗 好 对 刚刚说 身上各网工作中 有多位专家 可以 各位帮忙 举出一位吗 好 随便一位 好 好 那还有人可以举出其他的例子吗 来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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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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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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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到双老 来 有人知道双老据点活动目的是什么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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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啦 這項都給你啦 還有人家要回答嗎 那個早聊是服務零到六歲的兒童 零到六歲的兒童是比較難照顧的 所以在面試或者是後續在實習的過程中 會有去教導什麼去照顧他們嗎 還是就是自己要去學習 因為照顧的話我們不只是只有社工 因為還有教保老師 所以比較多的時間是教保老師去處理他們的一些那個狀況 然後只是有些突發狀況的時候是我們社工也要去介入 然後可能就是有時候個案就是早聊的部分 他們會比較多個案會有一點險的狀況 然後有時候上課他們會突然有一點險 所以我們社工也要去介入 然後帶他們去陪他們去那個醫院這樣做處理 好謝謝 謝謝 好啦我們全部翻完我們才結束喔 還有四個喔 那他要限電了喔 關 關 沒關係啦 那不然我們問其他的東西好了 有人要嗎 好啦 不然我自己出一個題目好了啦 哪三個科目是我剛剛有講說 要很認真去準備的 可以喔 趕緊手喔 哪三個科目 對 沒錯 欸 只有香蕉喔 我要再一個喔 還可以 好 這再給你 還有三個喔 還有三個喔 我要花碗喔 好 各位我再找一下題目喔 陽光基金會是在做什麼的 在服務哪些類型的 服務隊長 陽光基金會 可以查一下手機喔 然後你打陽光基金會應該就會咬人 對啊 之前有一個事件發生 陽光基金會就比較常被沒禮 好 被二過 好 那我講一下什麼事 來 好 你先好了 那陽光基金會是在服務哪些服務隊長 有燒燙場 然後還有那個口腔 然後還有那個神經重點 欸 對 沒錯 就是這個 欸 香蕉要發完喔 剩兩筆 剩兩筆 再問一個問題喔 再問一個問題 喔 對喔 還有一個喔 我剛剛的 住宿型機構 服務隊現在在那個機構裡面住多久 回來都沒有嗎 這個 好 來 二十四小時 也就是一整天 沒錯 掌聲掌聲 我要說話題 再問一個問題 對啦 沒有問題就是最大的問題就什麼 好 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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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圍 周一圍 我之前有從其他管道資料過 就是有17生被擋診 但是就是情況是那個時期生他可能是 因為他有他的作用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縱猛全部的投入在他的時期的旁邊 他就那個部長就覺得說他不夠認真 所以就有針對他 他就是想問一下朋友看到或者是遇到類似 對不對 就跟部長罵出什麼 或者是有看到別人被罵 被罵 應該也不算是被罵 就是我們大部分的實習生都會有一些實習夥伴 他可能都不是同一個學校的 因為有些機構會走二到三個 那當然如果我實習生超過一個的話 就會有一些 督導就會有一些比較的狀況 但有些機構可能比較 可能會比較兇一點 但應該不會出現在生臟類 就是我覺得生臟類型的督導都還蠻友善的人 那我們的組別 這一組的成員們 然後我們也沒有遇到一些督導要求的 那如果工作方面的話 我覺得應該可能還是要再衡量一下說 他是不是可能說真的生活的環境 可能有些需要協助的地方 是不是說他暑假這兩個月 這樣子邊打工 因為其實實習生活還蠻累的 連續兩個月都要 可能要很早就起來 那如果你住得更遠 像我自己是搭車上去上班的 所以我都要早上六點就要起床 所以就是要評估一下說 你如果邊實習又邊工作的話 是不是真的會給你身體造成蠻大的負擔 好的 我這邊再補償一下 就是除非你是家庭真的 經濟收入真的很不穩定 或是真的很需要錢 那不然我建議大概就是在實習的時候都不要打工 如果你真的要打工的話也是可以 只是要先跟機構的督導 還有學校的督導先事前討論 就是討論啦 討論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好 那我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 一 二 三 謝謝大家